北溪的天然氣管到底是誰炸的 傳出美國早就有掌握情報 烏克蘭還有可能想要來動手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也看到這一起 其實就是發生在去年9月 北溪的天然氣管遭到轟炸毀損的案件 那麼其實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他們也是根據空軍小兵特洩拉外洩機密文件案裡面發現 美國就要讓情報局借由歐洲情報機構來得知 烏克蘭的特種部隊有打算要來炸毀管線 而且去年6月曾經跟德國來分享這樣的情報 而這裡面還據悉名掌到了細節 人數跟攻擊的方式 說6個人搭著小艇 駛入波羅的海雷炸這個管線 意味著最近一年來 是不是西方都已經懷疑基辅 有涉及這樣子炸管線的行動了 那麼由於這個炸管線的地方 就在瑞典跟丹麥的專屬經濟區 美國跟北約都控訴這樣的行為 是一個破壞行為 但是到現在還在調查 還不知道到底是誰做這件事情的 不過俄羅斯就把責任都推就給西方 懷疑就是西方他們下的手